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们早已为国捐虚 有些人走出了战争 迎来了解放 却落下了残疾 走散了家人就比如她 今天小军要为大家讲述的一个女红军 一个在长征中和丈夫走散 四十五年后北京冲逢 她却已是副主席的故事 她叫王全苑 一位受人敬佩的老革命家 王全苑出生在1913年的江苏省吉安县 1913年正是民国初期 整个中国处于一片水深火热之中 新世界的人倡导民族独立解放 和救世界人 企图恢复封建地质的矛盾 再加上外来列强的烧杀强掠 中国人民在三足鼎立中的多灾多难的日子 正是在这样的波情下 王全苑收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感召 在1930年 17岁的王全苑毅然投身革命 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从此开启了传奇的一生 投身革命的王全苑知道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们仍需努力 所以安勿起袖子加油盖 很快就被组织重用 1934年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中央红军决定长征 王全苑便是其中的一分子 王全苑在常人眼中的一介女流 却在男子都难以坚持的长征中坚持了下去 经国不让虚伪 王全苑就是这样的典力 他总能出色地完成任务 不仅如此 他还找到了他的真命天子王首盗 并在1935年洗劫连理 按理说都结婚了 王全苑的苦日子应该是时候到头了 接下来迎接他的应该就是甜蜜幸福的生活了吧 新婚后的王全苑夫妇 还的确过了一段幸福的日子 但是上天总喜欢捉弄人 就像是天度阴才一样 刚因为表现出色 被任命为新组建的红军西路军妇女 抗日先锋团团长一职的王全苑 就被突发袭击的土匪俘虏了 从这时开始 王全苑和王首盗两夫妇就此被棒打鸳鸯 被俘虏后的王全苑 面对凶悍的土匪的酷刑折磨 以及逼其做压概夫人的行为 都表现出了适可杀不可辱的斗志 就这样 一直被关押了两年的时间 终归上天还是开眼的 王全苑再被俘虏了近两年时间后的某一天 趁着土匪的一个马虎逃了出来 就此逃离了禁锢的囚笼 可 两年的时间让一切都变得物是人非了 他找不到组织 更找不到他心心念念的丈夫 无依无靠的他 在甘肃 四川 云南等地 寻找多次未果后 他 选择了回家 江苏的老家 身为一介女子的他 一个人终归单薄 他嫁给了一个当地人 重新给自己找了一个归宿 共渡余生 但他并没有放弃打听前夫王首到的消息 虽然铁如石沉大海 新中国成立了 大跃进过去了 四人帮被灭了 时光就在这些波澜汹涌的日子中悄无声息的 慢慢的流逝着 一圈圈的皱纹 一道道岁月的痕迹 也在王全苑的脸庞上雕刻着 当初那个阳光活力的大姑娘 也慢慢的开始勾楼前行 一直到1982年 王全苑看到了寻夫之路的尽头 在有关部门的了解和安排后 已经阔别四五十年之久的王全苑夫妇 终于在北京相见 只是此时的王首到 早已是国家政协副主席王全苑 看着王首到 王首到看着王全苑 流下了彼此的眼泪 人生无常 时光蹉跎了 成邀有志知识投稿 原创或推荐好文章 我们将第一时间发布您的内容 邮箱 107 000701itqq.com声明 本文来源于网络 百权归远作者所有 如有侵权请告知删除 我们对文中观点保持中立 仅供参考 文中图片均来源于网络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词曲统